请在今天下午一时 让我们一起彰升呼求神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门徒就大大地忧愁 《马太福音》十七章 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亲爱的主 感谢你的牺牲与拯救 你的补血有洗净罪污的功效 从此世人就不再成为罪的奴卜 愿耶稣基督的死 换醒人的悔罪之心 学习时刻省察自己的生命 追求圣洁的生活 愿耶稣基督的复活 能够为人带来真正的盼望 战胜阴间的权势 让人能够得享永生的福乐 奉主明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